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氣熊哥 我是許民雄 昨天美股下跌的 台南中一度有道瓊瓊跌到400點 我的看法是他們下跌 不是因為川普又在發推特 發說他們跟中國料狠話 說中國供應鏈即將要崩潰 或是說他們未來的話 他們會有大量流失 他們的工作的機會 這我不認為 我的看法是 他們昨天是因為有 他們的ISM製造業和PMI的 採購經理人指數這兩項 跌破50% 這是隆窟線 所以昨天道瓊一度有跌到400點 後來收盤是跌了285點 費半是跌幅比較重 費半來說 昨天我已經在節目上 我已經告訴你說 費半 這是9月3號昨天 費半會下跌 昨天晚上 沒想到是會有下跌這麼多 因為他們的 ISM和PMI的指數下跌 所以說造成他們的比較 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昨天的費半是下跌的1.7% 這算蠻重的 如果我們台股 如果我們大盤都要下跌1.7% 大概將近180點 我是下跌蠻重的 那我們台股呢 我昨天也跟大家在節目上也有說 我要我們昨天來說 都我們要像我們在大盤來說的話 當然是看多 那期貨呢 當然是做多 當然是做多 那今天呢 我們可以看 昨天美股 美股算大跌 那我們昨天其實 我們台股其實在夜盤是沒有跌 還有小漲 這今天是開盤 開個小高 開個小高之後 持續的往上走高 現在上漲了86點 今天讓人 因為今天一開高 預期今天可能會開低 那開高之後 買盤當然會整個會廣望 買盤觀望 造成今天預估量大概只有1000億 那這其實很正常 因為預期是會開低 那開低 那要買的人掛低再買 那今天一開高 那所以沒有來 所以今天整個成交量會比較萎縮一些 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在 現在是持續的往上再推升 現在是上漲88點 現在時間是下午 現在是1點 還有半小時就要收盤 那我昨天怎麼看的呢 就是在看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的月線 台股這是大盤加全日線 月線季線 兩條線通通是往上 它整個都是翻揚的 那翻揚它不會隨時馬上往下掉 它翻揚 這翻揚的話 至少會短期間 會有一個往上推升 會往上推升 那這是什麼東西會推升 當然是整個指數往上推升 這是指數會往上推升 那為什麼說昨天在 像昨天的美股的電子盤在下跌 我也是跟你說 我看 我還是看多 我要來做多 我們來看 這是昨天的台積電 那我跟你說台積電 一波比一波高 一波比一波高 要做什麼動作 那當然是要做多啊 做多 那做多來說的話 台積電它佔我們全值大概18%左右 那相當重 做多的話我們台值 這是昨天的60分鐘線 我在節目上跟你說什麼 昨天大概這個加全是在於10580左右 跟你說我要做多 現在是10648 大概差了它會將近有70點左右 台積電呢 台積電我跟 我跟昨天跟你說是10570的時候 我要做多 我要做多 10570的時候我要做多 這是今天 這是今天的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往上走了 那今天現在台積電 現在是在10649 上漲106年 10649 10570的時候 我跟你說我們要來做多 我在節目上也是跟你這樣來說 因為昨天預期 那美股的盤 美股會跌 我也跟你預期我美股會跌 美股的像道琼 還有 道琼 還有廢伴 我說話會跌 但是我還是要做多 我還是昨天告訴你我要做多 這是台值期 今天 還是持續往上走 這是台值期 這是期貨 那股票呢 那股票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我們 像 像有一檔股票像在 在我們之前有操作過的 我們來先看一下 8086的宏傑科 宏傑科 今天已經快要到漲停板了 為什麼會這樣漲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宏傑科八月份 已經營收出來了 哇 好成績 那當然 當然是會提早來公佈 年成長76% 年成長76% 他的八月營收是2.3億 年增76% 我們來看一下他 我們來看他的 七月份是1.9億 今年低 幾乎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升 營收一直往上升 報八月是2.3億 那當然是受惠到 中國去美國化 他們的5G的一些 5G的基地台 華為佔全球三分之二 那這就是 為什麼像 宏傑科為什麼會 這一波今天 像宏傑科為什麼會 這一波會這麼強 而且加上在貿易戰的 這一段期間 還是這麼強 現在已經漲停板了 這是宏傑科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市場股票也不用再追了 因為今天有停漲停了 因為可能你現在追也追不到了 現在已經漲停板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像我們所操作的 像8358 8358 8358 這我們已經把它賣掉了 這已經高檔不過高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把它給出掉了 這是金居 這已經在高檔不過高 那我們已經把它給出掉了 這我們已經把它給 獲利了結掉 這是金居 還有8155 博智 這已經一樣 都高檔不過高 這些股票 我們都已經先把它給 它漲幅的這一段期間 我們已經都 把它給獲利了結掉 現在手中的 現在有操作的 就是波羅威 廣明 環球晶 這些股票 我們還是在操作這些股票 那廣明來說的話 像它這一波一樣 它一波 如果一波比一波高 它一波都比一波高 低檔的地方 一波低檔 高檔一樣一波比一波高 那現在還沒有 接下來還是會再往上走 還是會比一波高 這裡高點是50塊 這邊的話是60塊 50 60 現在是44.8 大概45塊左右 廣明 我做AI能工智慧 還有機器人的 這些方面的 這我還是相當的看好 這些股票 那波羅威是做5G 它當然還是華為的供應鏈 這些它做一些 做一些基地台的一些 他們的零組件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像我之前也有告訴你說 像MLCC 像國聚要避開 這些股票要避開 然後有些股票要避開 還有像3380 泰塑 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3380 泰塑 這邊高檔的地方 我也告訴你說要避開的 這泰塑 它已經不瘦了 今年已經漲了5倍了 最高來到106 已經不瘦了 泰塑 還有2327 國聚 我也跟你說這不用再追了 這已經不用再追了 那還有2454 連發哥 這也不要再追了 高檔的地方跟你說 都不要再追了 這些股票也不用追了 那可以看好的東西呢 我的看法是這個還可以 環球晶還可以 半導體還可以 這還可以 那也 現在來說的話 像我們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它已經開始已經 下降反壓線已經突破 這檔股票 那也希望能夠幫得到你 那這檔股票也就送給你 那也希望可以到 在生活圈或打電話來電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 我們atas 我們三日快樂 我們三日快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